大家好,今天要和球迷分享的话题是 恭喜杜丰马上认无可忍正式摊牌 广东喜从天降,举方热开花 今天和球迷们一起来聊一聊广东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则,现在正取在休赛期 很多球队已在开始清约外染 那么第二阶段的比赛对于各自球队而言都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本赛季这边零赛,赛成缩水总共只有38人 那么因此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的比赛,很多球队将会拥有双外染组合 这对于广东队而言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很多球迷都知道,现在广东队的超级外染威姆斯 已经来到了国内,并且在第二阶段的比赛 大开率将会取战 但是很多球迷对于广东队的另外一位超级外染 马尚布勒克斯的情况还是比较担忧 那么因此很多球迷在网络上讨论了 广东队是否会舍弃马尚,然后清约其他的新外染呢? 对于网络上面的讨论,可能马尚本人也有所了解 那么因此就在近期,马尚终于是忍无可忍,正式摊牌的 根据媒体爆料,马尚在网络上面发布了自己最新的训练视频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尚的恢复情况良好 而且还能够完成单手的大力扣揽 说明马尚回归广东队,指日可待 根据媒体分析,马尚很有可能将会在明年第三阶段比赛回归球队 这对于狗教练杜峰指导人真的是喜从轻强 众所周知,马尚也被称为是CBA的第一外染 个人的得分能力非常的趋势 而且可以作为广东队攻城拔债的尽头人物 如果在季后赛,广东队遭入到挑战之后 球队中马尚布勒克斯能够回归之后 那么在这个时候,马尚布勒克斯就可以通过自己心理的突破能力 再加上优秀的手感,为广东队打破困局 那么因此,如果说马尚布勒克斯能够在常规赛上入归来的话 那么对于广东队新赛季的争冠之路真的是无天意 那么作为球队的总经理,朱凡尔先生在前面一段时间也是比较的苦了 因为一直有消息传出,朱凡尔很有可能会考虑第三万人 那么很多球员在网络上面就开始炮轰朱凡尔没有人情味 感觉了广东队看到马尚现在受伤之后就将他放弃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朱凡尔以及广东队是非常重情重义的 不可能主动的放弃马尚布勒克斯 球队一直都在等待着马尚的王者归来 那么现在看到马尚布勒克斯能够在网络上面正式摊牌 向外界展示自己的虚拟情况 那么朱凡尔也比较的放心 肯定也是乐开了花 证明广东队的外软组合根本不成问题 广东队只要在常规赛能够进入打进季后赛的席位 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在季后赛中等到双外软正式合体之后 广东队的整体实力依然非常的强大 因为这个易静灵虽然说在前面一段实际 表现不见人意 有所挣扎 但是随着赛场的深入 易静灵的状态肯定会越来越好 再加上胡明轩 皮肤过敏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 等到后面的比赛 广东队内心的天才小将徐新也将会得到上场的机会 那么完整体的广东队整体实力依然非常的强大 那么辽宁队上海队北京首钢队 想要挑战广东队的霸举地位也并非意思 小民朋友们认为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